静致病手麻的原因呢 主要的就是神经根受压了 那么心医这叫神经根性静致病 中医来这叫必腾性静致病 那么它发生的原因 中医认为主要是气虚血愈 也就是气虚不能推动血液 荣养于这个静脉 那么因此中医认为主要是气虚血愈 这种医的治疗呢 主要的就是采用补气活血 临床上常采用 比如说用黄旗 丹龟 这个加上一些伤肢了 跪肢了 添麻了 沟疼了 等等这一些药进行治疗 严重的病人也可以加上一些虫瘤药 比如说全虫 武功 江蚕 地龙 小白花石 五少石等等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缓解这个麻木的症状 那么配合治疗的话 也可以进行静致的迁移 也就是用静椎牵引带 牵引以后 解除了对神经根的压迫 麻木也可以缓解 另外对麻木的病人呢 现在来讲主要是神经受压了 也可以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 比如说用甲骨二啦等等 这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 也有很好的疗效 那么在病房我们一般采用的 用一些活跃化瘀的药物 来改善神经根区部的血液循环 消除炎症 解除压迫等等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